赵薇因黄珠格格一炮而红,但她并没有局限于拍戏,她在影视割倒,等有着不妨的成绩,赞给黄友龙后人生就像开了挂似的,在商界喘出了一片天,还被称为女版巴菲特。 自从2008年黄友龙与赵薇相爱并同年注册结婚后,两人多次恩爱同游世界各地,便在2010年生下了女儿小四月,2011年赵薇女儿小四月正面照被曝光,又圆又大的眼睛和母亲极为审慈,破为可爱。 赵薇家庭生活美满幸福,享受天伦之乐,其实在与赵薇结婚前,黄友龙曾接过一次婚,还与前妻有一个儿子,却一直不为人所知,如今应该是16岁左右,目前生活在新加坡,长得跟黄友龙倒是很像。 黄友龙曾泄露说,儿子很喜欢看黄珠格格,看了不下十次,特别喜欢小燕子这个人物,想必这个儿子是一点也不反感赵薇当他的继母了。 继子与赵薇的关系也是很好,曾在继子微博中发现,他时尚给赵薇投票点赞,每次收到赵薇送的礼物更是开心到不行,还经常在微博上撒娇,说想妈妈了,希望妈妈早点回家,嘴巴特别甜,可见他们的关系很好。 今日网友在新加坡拍到赵薇和妻子一起逛街的照片,照片中赵薇身穿白色衬衫加蓝色牛仔裤,眼带黑色墨镜,形犯十足。 而妻子则是一身休闲装,戴着鸭舌帽,提着赵薇给买的衣物,很愉悦地走在马路上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姐弟呢,去里个发还被拍到,真是越长大越帅了。 终于知道赵薇为什么不公开他了,如今一家幸福让人羡慕。